那因子黃先生他講了這個事情的話 就是仔細看日期 是三月十二號的這個事 那你後來真正的徵兆後 也是五月十七 過程當中 那個後來民去見地方派系 被說成是牛鬼蛇神 然後這個民調又不公開又不透明 所以對於郭辦這邊來講 他當然覺得說 如果你這個規則是不公平的 那我們現在重新來爭取的話 也是會有很多藍營群眾買單 那這個壓力會一直持續在侯友宜 跟朱立倫身上 不會因為黃建廷這樣丟幾句話 就會解除 所以妹妹這個蠻有趣的 我還是要強調說郭台銘 跟黃建廷的這個爭議 為了一個到底有沒有要他當立法院龍頭 你如果沒有提名 你就去當立法院的龍頭 問題是國民黨在立法院 拜託你又不是多數 根本就不可能當龍頭 在這種狀況之下 他會去答應嗎 大家也在想 還有立法院是個合議制的 立法院龍頭 他能決定事情嗎 不能決定事情 還是立法委員在決定 大家來表決的嘛 表決的時候 你院長還不能參與 要必須同票 你最後你那一票才有意義 不然的話 說得不好 他說要主持會 他通過 就這樣子而已 我當過立委 我們天天都在看啊 所以這個時候 他罵國民黨罵得很重 扭曲抹黑捏造 國民黨對郭台銘用扭曲抹黑捏造 來修理郭台銘 郭台銘是這個意思呢 這意思就是說兩邊分道揚鑣 好想扭曲抹黑捏 我的感覺是這樣 所以用三刀修台的 來講說我們現在來扭曲抹黑 我告訴你 郭台銘現在叫重要資產 你看 郭董全沒傳什麼 小刀破傷風 帶破傷風 他死人的 可能很多 騎士已經扭曲抹黑捏 你以為郭台銘就沒騎士 郭台銘以前對國民黨 怎麼支持 他媽媽還借錢給國民黨 郭台銘最大的騎士 就叫做新臺幣 好不好 ok 看你要哪一項 我先講 這件事情是 今天我看到說是 臨傳媒的獨家消息 他有揭露 他還原過程是這樣 他說掌握到獨家 是確實三月十二號是黃建廷 去約了郭台銘 黃建廷求見的 然後黃建廷大概就是有 跟郭台銘確實有講到說 不分區龍頭 那如果依據臨傳媒的報導是說 郭台銘當下聽了指示 未知可否 笑笑說朱立倫會同意嗎 然後黃建廷就非常興奮的 邪密回去問 兩個禮拜以後 三月二十四號 黃建廷又去見郭台銘了 說哎呀 我們主席也覺得很有道理啊 覺得很贊成 郭台銘依然不自可否 沒有說同意也沒有說拒絕 四月份郭台銘就開始啟動全臺的造勢 OK 如果藉個報導為真的話 兩個人說話都說一半 第一個 郭台銘說 郭伴說 他不是黃建廷是你要求警員 如果以這個報導來講 確實不是郭台銘約黃建廷 我也比較相信是黃建廷想去見郭台銘 因為那時候郭台銘跟侯友宜兩強相爭嘛 這第一個比較合理 第二個有沒有談到這個事情 有吧 我相信是有嘛 討論不只一次 對 所以依你的講法 還有這些報導最少兩次 對 但是有沒有像黃建廷所說的 喔 排名都講了 郭台銘說 不一定要把我排在前面 我排在後面也可以來幫忙拉抬 讓他很感動 這搞不好就沒有了 所以郭台銘很生氣說 抹黑牛就造假 就就開始出來了 捏造 捏造就出來了 甚至於你看那個郭伴新聞 稿題材意猶所指的說 你這個初選到底怎麼回事 有沒有黑箱啊 要不要回歸機制 這裡面繼續痛罵朱立倫 可見的郭台銘怎麼樣 懷恨啊 一方面情緒 我當初是被你們怎麼做掉 第二 我要去選 各位你想想看郭台銘的行 他怎麼去選議長 怎麼可能 記得郭台銘的名言嗎 他當初說 哎呀如果他當總統 那個市長 那個要找那個CEO來幹 然後說什麼 他說不要受議會監督 是吧 對啊他說不受議會監督 所以換句話講 立法院他根本就是吃之以鼻的 對啊 不受議會監督會去當立法院長嗎 郭伴也擺命的講 如果要找郭台銘 對不起 就是總統候選人 所以我認為郭台銘從頭到尾 對什麼立法院院長 根本是不屑一顧 那個是你們國民黨自己想的 美的冒泡的B計畫 可是我也必須要講 兩個單位家已經是半絲破臉了 再講一次 如果郭台銘現在是拉弓 還沒有射箭 郭台銘是耗枕以下 我幹嘛現在宣布我要不要參選 我老實說 郭台銘現在是站在一個制高點 為什麼 好了 只要郭台銘動作做了很多 柯文哲 他一定是此消 此漲而比消 柯文哲一定下來 那如果郭台銘 真的想去詬病柯文哲的話 現在不是好賣價 柯文哲行情正夯 可是只要郭台銘 這個聲勢一直繞 造起來 他不是在找地方拍戲嗎 如果參選的態勢越來越多的話 柯文哲至少兩層三層 柯 鍋粉 寄送 寄放在柯文哲那邊會回去 柯文哲的賣價就下跌 到時候以生意人來講 我到時候我慢一點兒講 我還可以把你的價殺到滴滴的 而且在我宣布參選之前 對不起 我對你們這些小雞們眉來眼去 小雞們都要去 許曉鑫不就說嗎 他要去幫郭台銘主持三場嗎 然後他說只要郭台銘宣布參選 他就掉頭走人 因為他知道為什麼 郭台銘就算是想參選 也不會先來宣布 會耗賤以下的等 等到柯文哲跌價 等到小雞們充正已經跟他 已經合體完畢了 但是這個時候我也必須要講 國民黨的新風學議 兩邊各有價值 一定存在蛋 不過許曉鑫要去幫郭台銘主持三場 請問他如果不想選 他幹嘛有這三場的所謂座談會造勢會呢 顯然這是要選總統 那許曉鑫明知道 這是在七月二十三號之前的三場造勢會 要去幫他造勢 這個有沒有取巧 有沒有取巧我要再問一遍 然後再說如果郭台銘宣布了以後 那我就離開 我就不幫他主持 問題是這是在七月二十三號之前的三場 郭台銘如果要宣布參選 也至少在七月二十三號以後 所以曲曉鑫又取巧了 又取巧了 所以從這裡來講 跟取巧相比起來是個高義太多 你也不可以退主持一下 金家 你是知道嗎 國民黨我們現在是這樣啦 鄉國 國民黨此時此刻 應當要像主席之前有提到的 現在三階段 先整理 整頓 整合 要下架民進黨是我們終極的目標 這一個國民黨跟在野的聯盟 要組一個非力大聯盟 這也是我們主席 對外的所有的這個非民進黨的 這一些 不管是民眾黨 不管是郭台銘 不管等等 我們要組一個非力大聯盟 只剩下零點零零一 我們都不放棄要整合嘛 如果現在此時此刻講 這一些話 對我們的整合 難道是有幫助嗎 不過金家是這樣啦 你們浪費了那麼多的精神 為了那零點零零零一 而且這零點零重難進來 真的對你們幫助有那麼大嗎 如果是懷疑啦 現在如果說是侯科配 配上這一個賴蕭配 是有贏啊 侯科配 人第二名 你就要你會配 拜託啦 現在我們講說要先整 如果說我們國民黨能夠整理 整頓整合 我們自己內部先整頓起來的時候 大家團結一致 民調當然會往上啊 國防台銘都已經罵你們扭曲 猛黑捏罩的 你怎麼整合 對我們的整合沒有幫助嘛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三咖啡喔 現在是三咖啡 是 我們就不贏了 如果說四咖啡 民進黨的賴清德 在家裡睡也會贏了啦 我真的是這樣子啦 他不敢啦 他不敢在家裡睡 三咖啡 你就贏到有存在嘛 四咖啡 還有竟然跟別人說嘛 你們的基本盤顧好 這個有六十趴 假設你們的天花板是四十趴 有六十趴留在外面 好 那二十二十怎麼贏 不可能啦 我告訴你 那天有很多來賓 玩得分析 如果四咖啡的時候 然後呢 郭台銘上來了以後 他會把侯友宜的票吸過去 也會把柯文哲的票吸過去 所以他會變成非常強 因為大家都會氣爆給他 所以其實我那天聽民進黨講說 他也很怕四咖啡 因為四咖啡怕說 侯友宜氣爆過去 郭台銘 然後呢 柯文哲的人也氣爆過去 郭台銘 郭台銘會變非常強 國民黨還是有他的基本盤存在 像這一個 我們新北市 我們的這一個全台灣 有十四個縣市首長 有三百六十七個縣議員 更有兩千多個 我們黨 你郭台銘就算你們國民黨的 當然就是說他長期以來 都在這個幫忙國民黨 用過你也有說過 他媽媽也曾經祥賺錢給我 所以說長期以來 他都在幫助國民黨 他也是我們重要的資產 也是我們很重要的這個盟友 只不過在這一次的一個 出選的過程當中 讓這個郭台銘感覺到 我們沒有一個標準 以至於 你們生意不夠 為什麼他會說那麼重的話 扭曲 摸黑 捏造 尤其那個捏造 現在 那個捏造是很重的話 因為我覺得黨中央此時此刻講 這一些 我覺得是對我們沒有 選群沒有幫助 我們講就是說如果要整合 如果要飛離大聯盟要整合 應該要跟柯文哲談 應該要跟郭台銘 大家坐下來好好的談談 如何研究我們的終極目標 下架民進黨 這才是我們最大的工業術啊 是不是這樣說 如果一直在這邊隔空喊來喊去 對我們的這個整合有幫助嗎 沒有 如果可以整合 我們希望國民黨趕快整合 好 我怎麼很累 大家整天看國民黨趕快煎來煎去 都每個人在煎 嚇嚇 沒什麼味道 不過沒辦法 國民黨就是要煎 要怪什麼人 怪他們每個人啊